看看新闻榜 尽量24岁 上宇宙 鼠龙 请大家先生 我的24岁 很好的男生 把人可以照顾他 请问谁的妈妈是单身 因为我爸爸是单身 眼前的这对父子 就是阿米尼和阿里 他们曾经在这档 相亲节目中 有着很高的人气 然而7月9日 有一位陈信小姐 蒙面控诉阿米尼 跟她交往后 以投资为由 向她借了1000万元新台币 但直至两人分手 都未归还 以至于当时 未解爱人燃眉之急 而向人借钱的她 如今只能做清洁工来还债 我很笨 就相信她的一面支持 拿到了几张纸票 没想到这还不是个案 时隔一日 又有一名国标舞老师 指控阿米尼 向其借50万元新台币 并未归还 就说她压力很大 她需要很多的钱 反正就是一些骗术吧 我想这个也不需要太 反正讲的都是废话 但父子俩坚称 陈小姐当初拿出1000万新台币 是要投资他们的事业 只是如今投资失败 想把钱拿回来 与此同时 阿里称自己并未借钱不还 如今正在慢慢还债 闹上法院后 法官认定父子两人有付利息还钱 男女双方也曾经交往过 因此裁定不起诉 得知裁决后 陈小姐称决定继续提高 并质疑相亲节目的严谨性 有消息称 目前已经有七名女子 因为金钱纠纷而报案 称这对父子 用的手法如出一辙 先交往 后借钱调度 尽管归还部分金额 但此后就再无下文 而这档叫做 王子的约会的 详情节目里 男嘉宾已经不是 第一次惹上官司了 2013年6月 竟然有为男嘉宾 跟强奸这个词挂上了钩 就是这位叫做 王凯杰的土耳其男性 近日被一位女大学生 以意图性侵告上法庭 据警方称 王凯杰以回家 喂兔子吃药为名 将女大学生带回家中 企图实施侵犯 并且进行偷拍 更让人大跌眼镜的是 在警方对王凯杰家 进行搜查后 居然在她的电脑里 发现了和29位女生的 不雅视频 开公司 会晤国语言 身高1米78 当时自称来自加拿大的 王凯杰一上台 就吸引住了 女嘉宾的目光 她的宠物兔子 更让女生们 母性大发直呼可爱 我在台湾 还有养养 很可爱的兔子 我觉得兔子很可爱 我来家的时候 台湾就看到他们 摸一下什么的 就会很开心 蛮可爱的 帅气的外形 加上看似亲切的性格 让王凯杰 顺利地牵走了 新逗女生 好了 米娅就是她的第一选择 没什么好讲的呢 来 送你一座 小礼物纪念品 恭喜两位 在一起去议会吧 好 据悉 王凯杰的家族 长期在土耳其经商 她独自一个人 来台湾地区开公司 出行都是豪华宝马 是个名副其实的外国富二代 俊朗的外形加上阔绰的作风 让她颇受欢迎 反正每天都带不同女孩子 每天都带不同女孩子 都是年轻辣妹 对 都很大 好像都是 差不多高中 还是大学 难以对的 不过面对女大学生的指控 和大量的影像证据 王凯杰却依旧坚称 这一切都是对方的污蔑 更态度嚣张的扬言 要将对方和记者都告上法庭 然而 王凯杰信誓旦旦的言论 却没有被法庭采纳 21日开庭当天 王凯杰就被宣布当庭收押 节目制作单位 当时则表示 如果王凯杰被定罪 就会向其求偿 与此同时 王凯杰的前女友 也向媒体表示 她劣迹斑斑 更曾向她借钱买车 但并未还钱 然而由于没有立戒据 无法以诈骗立案 这个指示刚好就是 她知道她是一个 非常恶劣 非常实际量差的一个人 对于意图性侵的控罪 台北地方法院 于6月28日 以证据不足 无重大嫌疑裁定王凯杰 以20万元新台币交保 让她恢复自由之身 新闻在线 从我报道 以20万元新台币交保 请不吝点赞 钮 请不吝点赞 钮 请不吝点赞 钮